我是 智能建造和元宇宙双轨赛道交叉 那么我们通过3D打印 增检材技术 串联虚拟于现实 打通物理世界和现实世界 我自己本人是 这个项目的创始人 我是在维也纳学习 然后跟着我的学长 以及我们国内的一些团队 一起创造了这个项目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生课题 是关于3D打印在建筑上的应用 所以在这个契机下 在13年回过以后 就一直做了这一个产业 当时国内也没有相关的行业 目前的话 我们在14年开始以后 自己投资了一些资金 包括也拿到了一些 政府的一些扶持政策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的痛点 主要就是传统飞标的定制化 批量化生产 那么传统的话 如果去做飞标定制的话 是需要模具 那么我们通过3D打印技术 就不需要模具 所见之所得 目前我们主要是有两块 一个是2B端 一个2C端 2B端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政府的 和这些新消费领域类型的 一些飞标定制的一些 建造类型项目 那么2C端的话 我们目前主要包括有鞋类的定制 和家具的定制 这两块 那么我们的这个材料的认证的话 包括都得到了这个 美国的那个US California的65的认证 都是环保 主要的落地应用场景的话 就是在2B例行项目 主要是在主题乐园 还有一些景观雕塑 装置这些 今年可能会落地的一个项目 就是武汉的小王子主题乐园 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竞争力 和价值就是我们设备和材料 它都自主研发的 然后我们自己又有可以提供原文件的一个设计能 我们主要的一个区别点就在于 我们的设备是唯一用龙门轴床式加工的增检材一体化设备 其他的设备可能是通过机械臂去制作的 所以说两个在结构上构架就不太一样 我们企业从去年开始的话 我们在做了互联网产业化 就是我们自己上的一个云平台系统 就是叫六子联方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本身的数据库 就是使用的是阿里云的这个服务 还是非常稳定 就是目前我们整个体验下来还是非常好的 未来的话就是希望是市场化的一个拓展 在其他的几个重要的城市 都会部我们的一个云打云加工制造中心 谢谢大家